各位叔叔大家好,欢迎继续做客老奇的读书圈 2019年有一本书因为摆在了华为任正非的办公桌上,一不小心成了网红 这就是美国陷阱 作者叫做弗雷德里克·皮耶鲁奇 他是法国阿尔斯通集团郭卢布的全球负责人 2013年4月14号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 并非是针对他个人的行为 而是美国政府针对法国阿尔斯通的系列行为之一 之后美国以他涉嫌商业贿赂为借口罚款阿尔斯通7.72亿美元 最后导致阿尔斯通被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收购 一个很有竞争力的全球电力能源和轨道交通行业的巨头 被美国人的阴谋制解 而皮耶鲁奇2018年9月才从监狱里走出来 他后来从一个法国记者一起写成了这本书 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要把美国人这种商业陷阱揭露给世人 让美国这种商业敲诈 无所遁形 2013年4月14号 作者乘坐的国泰航班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很快机场就响起了广播 让他到机组成员那里去一趟 此时他没有任何戒备 认为这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了 但是没想到不是机组人员找他 而是三个穿着制服的人 他们在核实了作者的身份之后 迅速抓住了他的胳膊 并给他戴上了手铐 同时宣布他被捕了 不过奇怪的是 这些人似乎也不了解情况 解释说 他们只是接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命令 在机餐口逮捕他 然后押送到曼哈顿 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 此时他的大脑飞快的在转动 实在搞不清楚自己哪出了问题 唯一有可能的就是他的职业 阿尔斯通这家法国公司 确实呢做的不够干净 经常因为腐败行为被调查 他自己还参与过一个印尼项目 但那都是在十年之前的事情了 他也已经在内部审计中获得了澄清 随后他还在公司获得了晋升 成为了郭卢布的负责人 这是一个4000人的大部门 每年营业额就高达14亿欧元 他被带进了联邦调查局总部 一个叫做布鲁姆的人跟他打了招呼 并明确告诉他联邦调查局 在对阿尔斯通的腐败案进行调查 特别是印尼的塔拉罕项目 这是一个发电站 2013年这个项目招标 作者还没去新加坡任职 当时他们和日本的一家公司 组成了联合体参与招标 但阿尔斯通那时候却深陷财务危机 濒临破产 所以公司指望着这个项目 能够扭转乾坤提振信息 在布鲁姆后面有一个人叫做大卫诺维克 是康涅迪格州的联邦检察官 他直接告诉作者 你被指控了参与了塔拉罕发电项目中 行贿印尼议员的行为 这属于外国公职人员行贿 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管辖之内 这人看上去很愤怒 说在2010年期间 阿尔斯通拒绝与美国司法部合作 也从不遵守任何的承诺 随后他抛出了橄榄枝 跟作者说 让他不要给任何人打电话 希望作者可以跟他合作 来对付阿尔斯通的高管 希望他来当证人 起诉阿尔斯通的CEO 作者一下就明白了 他们是希望自己当成县人 来搞垮阿尔斯通 这帮人根本就不是要对付自己 他们的目的是整个阿尔斯通 事实上作者在阿尔斯通 接受过很好的培训 公司要求他们 一旦面对法官和警察 就什么也不要说 而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法务总监 随后公司必定会派出律师 给他们提供全面的帮助 想到这 作者义正言辞的说 要求通知公司 并告知法国领事馆 检察官也很无奈 值得把手机给了他 他迅速联系上了同事 说明这里的一切 他的同事也大吃一惊 并承诺马上跟总部反应 此时作者认为 这无非是一场几小时的纠纷 很快他们就得把自己放出去 他坚信阿尔斯通 会以最快的速度解救他出去 他在公司内部 跟他们的CEO关系还不错 虽然不算是亲信 但也能够说得上话 他记得在一场晚宴上 CEO和他的法务总监卡尔 亲口对他说 塔拉罕项目已经把它澄清了 想到这 他就更有底气了 于是随即拨通了 法务总监卡尔的电话 卡尔感到无比的震惊 他说公司正在和美国司法部 谈论一项协议 目前已经接近尾声 没想到发生这种事 还发生在作者身上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作者质问法务总监 说你不是向我保证过 说我什么也不用怕吗 为什么还会抓到我呢 法务总监回答 他说自己也不知道 马上他也要飞美国了 而且很快就会在华盛顿 跟美国司法部签订协议 不过鉴于作者的遭遇 他也在犹豫 还要不要飞美国 最后法务总监强调 让作者什么也不要说 他会想尽办法 先把作者保释出来 电话挂断之后 作者跟检察官申请 要求有律师陪同 但检察官告诉他 马上他就会被转入监狱里过夜 第二天就要出庭 法院会决定 是否继续对他实行拘留 检察官还建议 他给妻子打个电话 但作者保持冷静 他觉得这是个阴谋 故意让妻子的担心来扰乱他的抵抗力 所以他拒绝给家人打电话 只给法国领事馆去了一个电话 就不打算再通知谁了 接着他被带进了监狱 私人物品都被搜查 他也被脱光了检查 然后关进了散发着恶臭的小黑屋 在这种地方 他肯定是睡不着的 只能把当年的事情 在151时的回想一遍 第二天呢 他就被拉去开庭了 在上庭之前 他见到了自己的辩护律师 瞬间感觉一手凉凉送给自己 这是一个35到40岁的中年妇女 对刑法知识几乎是一片空白 而且对作者的态度也十分的冷淡 更可怕的是 他似乎对阿尔斯通的业务也一无所知 而且似乎也没听过 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 这是个外包团队 阿尔斯通委派他们律师事务所 给作者提供辩护 主要呢就是为了避嫌 这让作者想不通了 阿尔斯通既然正在跟美国司法部做交易 那么把他也算在交易里面 不就好了吗 最后这个妇女律师告诉他 他因为贪污案外加洗钱案被起诉 但这都不是重点 今天的重点是 他会提出用10万美元保时金 先把作者给救出去 然后再说 而且这个妇女展现出了神一样的自信 继续告诉作者 他并非第一个被抓的阿尔斯通高官 之前还有一个叫做罗斯柴尔德的 他已经认罪了 结果被判了五年 这句话把作者可吓得不轻 开庭之后 这个女律师果然提出了10万美元保时作者的想法 但对面的检察官是坚决的不同意 而且还用作者2012年退还绿卡为由 企图指责他的行为古怪 有强烈的犯罪嫌疑 作者完全没想到 当时他之所以退还绿卡 是因为他要到新加坡长期居住和工作 所以用不到绿卡才会这么做的 检察官接着说 法国不引渡公民 所以法官大人要想清楚了 一旦把他放跑了 可能就追不回来了 而且检察官还当庭出示了美国司法部下发的逮捕令 这也是作者之前并不知道的 如果他知道了这个消息 估计肯定也不会来美国了 更逗逼的是这个法官 他问女律师多久能出具一份 更有说服力的辩护意见 女律师回答说下午就可以给 但是法官说他很忙 下午他要去看医生 所以最后决定两天之后再开庭 这也就意味着作者要继续在耗子里蹲两天 更让作者无法容忍的是 美国的监狱竟然用手铐脚料来对付他 还加了一条长长的铁链 他就像一个野兽一样被拴在了球车里 美国的监狱分为四个等级 一级安保是给经济罪犯准备的 这里经常还有什么健身房 网球场 没几个预警 犯人也很轻松 二级安保是短期徒刑和非暴力罪犯使用的 三级安保就是他要去的那里 怀亚特看守所 这里关押了很多危险的犯人 不过这里对待犯人可一点都不友好 甚至还出现过什么性侵案 还有犯人死在了这里 这些都让作者感到谋骨悚然 他说自己很显然既不是惯犯 也不是危险的犯人 美国司法部把他关押在这里 显然是故意来恶心他 而且他被关押在环境最差的地区 和另外两个人被关在一起 除了吃饭的时间 他们三个会一直被这么关着 每天要超过22个小时 不幸中的万幸是 他的育友很有教养 一个越南人在美国旧金山 开餐馆发了大财 后来迷恋上了赌博 全都输框了 于是开始信用卡造假 关了两年之后出去 又因为诈骗 可能这次会被判十年 还有一个黑人大块头 一开始贩毒被抓 后来又加入了种族主义邪教 于是又被抓了 这两个人对他还算不错 甚至给他传授了一些敦监狱的技巧 在这里他只感觉到了那四个字 度日如年 由于无事可做 他也只能仔细的回顾当年在印尼的日子 企图把十几年前的经历和细节都回忆起来 那么这其中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明天接着讲吧 如果你喜欢听老齐读书 可以下载知识星球PP 找老齐的读书圈 每天十分钟语音 一年为您带来50本 财经类书籍的精读和精讲 各位书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 美国陷阱 昨天我们讲到了 作者没有被保释成功 他还得在监狱里蹲两天 此时他开始仔细的回忆印尼做项目时候的日子 1999年他31岁 其实呢是准备从公司离职的 之前他一直在北京做中国区商务经理 一干呢就是四年 虽然事业上还不错 但是他觉得自己学历一般 不太可能突破这个天花板了 所以他决定离开阿尔斯通 然后去欧洲读个MBA 当时他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其实他媳妇也早就不想在北京长期出差了 也劝他早点回到法国 作者想到这呢就悔不腾出 阿尔斯通出了一招 改变了他之前所有的打算 那就是让他成为过路部全球市场营销经理 这个职务是在美国工作 而且他的上级还给了他一些私人的时间 让他有机会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攻读一个MBA 而且阿尔斯通呢还愿意支付他的学费 这显然要比他回欧洲去读书的机会强的很多 于是他毫不犹豫的上了这条贼船 2000年的时候 阿尔斯通就陷入了财务危机 他们与abb集团联盟 以为掌握了燃气气轮机技术 但是这笔订单后患无穷 堪称是灾难级的 频频发生技术故障 阿尔斯通光赔偿客户就支付了20亿欧元 公司负债比高达20倍 财务赤字达到了53亿欧元 银行也已经不信任他们 不给他们受信了 此时阿尔斯通通过换帅 现任的CEO伯克龙上任 并且力挽狂澜 他说服了法国政府援助阿尔斯通 然后还亲手对公司进行重组 当时他跟后来的法国总统萨克齐 取得了联系 那时候萨克齐还是经济部长 他让法国政府回购了阿尔斯通 20%的资产 就这样两个人联手拯救了阿尔斯通 作者当年在美国 就是要负责给公司擦屁股 处理跟abb合作埋下的深坑 但是对方并不很配合 还有一位甚至是他的仇人 在2000年的时候 国际市场上为了得到项目 实行商业贿赂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每年高管们都会提供一份 特别费用清单 这就是为了项目能够中标 对中间人行贿的依据 2000年9月以后风向突变 法国开始与其他国家一起 承诺反腐败 这时候公司有必要了解 abb方面当时有多少这种行为 而这个倒霉的工作 就落在了作者的头上 要他提供具体的项目清单 还有中间人清单 看起来似乎公司真的要反腐败了 但实际上就是走个过场 因为如果真想反腐败 只需要一刀切 停止使用中间人就可以了 根本不必什么加强监管 第二天呢 作者绕开层层的阻碍 给那个女律师打了一个电话 这个妇女还是对她默不关心 甚至不愿意查一下 她的看守所地址 还告诉她一个坏消息 说法院觉得 10万元的保证金并不够 很明显 美国司法部是有意在扣留你 然后这个女律师 伸手管她要钱 问她账户里还有多少呢 作者此时也必须舍财了 她说我现在有40万美元 那么女律师告诉她 这可能还是不够的 让她想办法多搞一些钱出来 作者却说 这是她全部的钱了 虽然她是高管 但也没什么积蓄 法国的房子还在还着房贷 她希望阿尔斯聪能够出钱 帮她解决问题 女律师并不确定 只是说帮她争取一下 作者心里盘算 明天她有可能就能出去了 即使抵押房子 她也在所不惜 坏消息是按照美国司法部的尿性 应该不会让她离开美国 她甚至还考虑到以后的工作问题 能不能在美国分公司 谋得一个职位 她只要能够出去 就会跟家人通电话 也会安顿好家人的生活 而现在她能做到的 就是一遍一遍的阅读起诉书 做好明天开庭的准备 不过美好的愿望再次落空了 第二天她满怀信心的等待上庭 但是预警们却丝毫没有反应 她一打听才知道 法院根本就没有提审她的指令 这就让她再次抓狂了 她马上要求打电话给律师 但是申请了一天 直到晚上 她才和那个女人通上电话 女律师告诉她 这是怀亚特监狱的预警们 犯了个愚蠢的错误 他们把提审的事情完全忘记了 庭审按时举行了 但是法官看你没有出庭 所以临时决定 把开庭的时间延期两天 这让作者有一种被耍了的感觉 好像这一伙人联合起来 在搞她 这个看守所简直就是奸商一样的企业 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 各种生活必需品都得从这里购买 连个塑料杯子都不放过 如果你不买 那么就连水都喝不到 吃饭的时候也是需要付费的 而且对于价格相当的敏感 虽逗的是看电视是免费的 但是你要想听到里面的声音 就得付钱 购买收音耳机 在美国的看守所里 就是这样不断的在花钱 又过了一天呢 她以为的救星出现了 一个叫做斯坦特沃迪的60岁老头 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这是阿尔斯通为她找来的新律师 此人是康涅迪格州的前总检察长 后来呢 还获得了美国最佳律师的荣誉 他的开场白很明确 我将为您提供辩护 而费用由阿尔斯通公司支付 这让作者小兴奋了一下 但是很快 他又被交了一个透心粮 这个老头接着说 辩护费用虽然是阿尔斯通出 但是如果作者被判刑 那么阿尔斯通公司会要求作者赔偿这笔钱 按现在这个情况 作者很有可能要赔偿这笔钱了 此时作者犹如五雷轰顶 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阿尔斯通 完全符合阿尔斯通的内部流程 现在感觉要背锅一样 斯坦律师继续说 不管你接受还是不接受 如果需要他为作者辩护 必须说明这个条件 于是递上了一支笔让他签字 作者只问了一个问题 多少钱 斯坦律师回答 阿尔斯通愿意支付150万美元 至于作者这边 他提供40万美元就足够了 此外 阿尔斯通还会为作者提供一个公寓 然后支付两个人的费用 一直看守他 防止他逃回法国 即便条件如此苛刻 但律师还告诉他一个更坏的消息 这一些都需要准备 也就是说两到三周的时间 他无法离开这里 此时作者感觉不断的向下坠落 只要这个斯坦律师一张嘴 他就往下滑落一大截 这时候作者感觉被出卖了 他很愤怒 他对着律师说 我之所以被指控 只是因为知道阿尔斯通 为了拿下合同 而利用中间人的行为 但是决定雇佣中间人的 并不是我 阿尔斯通内部有严格的审核流程 也有上级下达的指令 所以我只是一个次要角色 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 并未得到什么好处 当时为了行贿中间人 需要13个人签字 还需要三位最终签署人中的两位 同时签字才行 所以你作为律师 应该去找阿尔斯通 讨要这份文件 跟这里的法官说明真相 但是作者突然发现 这个斯坦律师一个字也没有记录 就像看着一个蠢货一样 看着他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确实很笨 阿尔斯通本身呢 就是要甩锅的 他怎么可能把这份证据 交给美国检察官呢 更不可能让美国司法部抓到把柄 从而处罚公司 所以此时他突然意识到 阿尔斯通根本就不可能真心的来救他 没有公司会以承认自己有罪的方式 去营救一个无关紧要的员工 想到这他开始后背发凉了 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这么无助 他可能不得不孤军奋战了 最后他还是无奈的 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字 他除了相信这个律师和公司 已经别无选择 这是一种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后来他终于还是给他的妻子克拉拉 打了个电话 通知了家里人 说出了他在这边的遭遇 他的妻子呢 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不能告诉作者的父母 以及他们的孩子 而他的妻子本身还有工作要完成 所以已经接近崩溃 但也无能为力 他的妻子跟他讲 自己查了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对于任何一个外国人 哪怕跟美国有一点联系 都可以将他们投入监狱 甚至刑期还会相当的长 之前道达尔阿尔卡特等公司 都发生过类似的案件 最后他的妻子告诉他 万一他真的只能是滞留美国 他愿意带着孩子去美国找作者 很快第二次开庭的时间到了 这次狱警没有忘记 一大早就把他带出了牢房 塞进了囚车 在法院门口 他又见到了这一牢一女 两个律师 斯坦告诉他 他们已经和检察官通过话了 但是检察官并不打算妥协 也对他们提供的保释金 不感兴趣 看来美国司法部 与贵公司之间 可能已经出现了很深的矛盾 作者已经不想再跟这个斯坦讲话了 似乎从他嘴里 从来就没听到过好消息 美国司法部 其实早就对阿尔斯通 启动了调查 这其中呢 又是怎样的隐情呢 到底是什么惹毛了 美国的司法部 咱们明天接着讲吧 如果你喜欢听老提读书 可以下载知青球PP 找老提的读书圈 每天10分钟语音 一年为您带来50本 财经类书籍的精读和精讲 各位说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奇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 美国陷阱 昨天我们说到了 作者第二次开庭之前 他得知 美国司法部早就对阿尔斯通 启动了调查 法部总监卡尔也早就知道 故意没有告诉他 当时美国人通知阿尔斯通 让他们予以配合 并签署一份协议 叫做推迟起诉协议 允许企业自证清白 披露起自己的所有行为 甚至可以揭发自己的雇员 从而甩锅 企业还必须向美国人披露 自己的反腐败机制 并接受监督 如果这些都按照美国人的 要求过关了 那么最后的结局就是和解 企业可能被罚款 而美国司法部同意不再抓人 之前有两家企业 道达尔和德西尼布 就是这样被罚了 3.98亿美元和3.38亿美元 但是阿尔斯通的CEO想奉陪到底 一方面向美国人假意合作 然后就是各种的不配合 气得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 简直快要发疯了 于是他们决定不再相信阿尔斯通 直接下手去抓人 这才出其不意将作者收入囊中 所以准确的说 作者是成了阿尔斯通 不愿意接受罚款的牺牲品 美国司法部为了找到阿尔斯通的 行徽证据不惜向他们公司 派出了商业卧底 搜罗了很多的重要证据 在法庭上 美国检察官提出 他们已经找到了足够多的证据 证明阿尔斯通有罪 而作者就是阿尔斯通的高管 也是印尼案件的共谋者 所以他们不认为一个共谋者 有资格被保释 如果他要从监狱里出去 就有可能有逃脱的风险 那样我们将没办法再找到他 最后美国检察官还恶狠狠的说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 因为他知道留在美国 很可能被判终身监禁 作者听到这话都被吓尿了 此时他才45岁 想到一辈子就要在监狱中度过了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他觉得自己比斗鹅还冤 毕竟他没有伤害任何人 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 完全是按照公司的意思行事 之后是他的辩护律师为他辩护 基本就是说法律时效这个条款 说超过了反腐败海外法五年的诉讼时效 在作者看来这些辩护显得苍白无力 最后法官给出了结论 他表示保释不是不可以 但除了阿尔斯通的150万和作者的40万之外 还要再找一个美国人承诺将房产作为保释金 显然这个法官根本就不相信阿尔斯通 他需要一个美国公民压上自己的一切财产 为作者担保 此时作者相当愤怒 他不再质疑两位律师的能力 而是质疑他们到底是在为谁效力 他觉得这两个人就是要将自己推出去 然后保证阿尔斯通的利益 他们的任务可能并不是把自己捞出去 而是保证自己不乱说话 不揭露公司的内幕 他又被带回到了看守所 这里依然是度日如年 他十分想不通 公司法务总监卡尔也来到了美国 他对于招募中间人更加的熟悉 为什么美国人不抓他呢 而只抓我 另外更加让他怀疑的是 公司其他人开始对他避而不及 没有人同行他 更没有人来看他 他提供了一份名单 都是跟他关系不错的美国同事 他希望这些人可以抵押房产 把他保释出去 但是律师斯坦告诉他 这些人都拒绝了作者的要求 对于这个作者其实也很能理解 没有人甘愿冒这个风险 绝望的作者跟律师探讨着 还有什么可能 如果接受美国司法部的条件 会不会能够被保释出去呢 斯坦依然扮演着乌鸦嘴的角色 他说没有接受条件 只有认罪 作者在问 如果认罪 会不会像罗斯柴尔德一样 被判监禁五年呢 斯坦笑了笑 开始掰着手指给他算账 说他因为十项罪名被起诉 因为密谋罪 他就可以被判五次监禁 加起来是25年 还有秘密洗钱罪 一共也是20年 把金额再乘上 那就要乘以五 所以100加25 你会被判监禁125年 这对于作者来说 简直就是掉入到了地狱一样 基于同一件事情 竟然对他提出实践指控 他无法想象 美国是一个怎样的法律体系 对此斯坦根本就不回答 接着 那个女律师把起诉书送到他面前 一共呢 长达72页 十几年前 作者林薇受命 在印尼亚加达 要拿下一个锅炉项目 总金额只有1.18亿美元 这对于艾尔斯通来说 并不是什么大生意 但是当时公司十分困难 急需一个合同提振士气 在印尼亚加达这个地方 几乎是不行贿 不办事的 所以公司将合同金额的 15%到20%支付给了当权者 苏哈托家族有关系的中间人 但其实如果只谈商业竞争 阿尔斯通也是处于优势地位的 印尼电力公司也已经选择了 和他们公司相匹配的技术 所以这个锅炉项目的合作 似乎顺理成章 后来温莎的一位销售代表 也就是那个罗斯柴尔德联系他 请求雇佣一位中间人 从而确保拿下合同 对此他用邮件回复 请继续推进 另外请将我可以批准的关键资料 发给我 随后他还打电话 给这个罗斯柴尔德 询问中间人的情况 罗斯柴尔德也十分坦诚地告诉他 这就是当地能源委员会 议员的儿子 当时他们对美国的 反海外腐败法并不了解 所以也没有特别的担心 作者只是觉得行贿是一种卑劣手段 所以他终止了这种行贿行为 没过几天 罗斯柴尔德又打电话告诉作者 当地锅炉部的负责人 又给他找了一个中间人 是个伊朗裔美国人 常年待在印尼有很好的人脉 同时罗斯柴尔德说 可以不用行贿 就搞定这个人 于是作者就没有再反对 后来这个人果然介绍了很多印尼的高官 其中还包括了印尼能源部的一员 公司对中间人很满意 而他能够得到的酬劳 就是总销售额的3% 这算是一个常规的报酬 当时跟公司竞争的美国公司处于劣势 他们也同样找了中间人 而且还通过中间人扭转了他们的劣势 作者团队面临着丢标的风险 此时作者再次接到了命令 扭转败局 他们从侧面了解到 美国对手已经成功行贿 于是他们马上找到了第二位中间人 然后把之前那个伊朗人的报酬比例降到了1% 留出2%给这位新的中间人 后来事情果然搞定 印尼国家电力公司的总裁还造访了法国 但至于怎么支付酬金 他就不清楚了 2006年他就离开了这个项目 这些中间人呢 2009年才领完了自己的酬金 所以他认为美国人起诉他为共谋 显然是过分了 他没有收到任何的回扣 也没有任何的自身利益 律师告诉他 现在那个罗斯柴尔德的证词对他很不利 而那个伊朗裔美国人 也因为被剥夺了利益 怀恨在心 也提供了行贿的证词 甚至主动揭发了作者和其他人 逐渐的呢 他也适应了监狱里的生活 还跟其他的一些江洋大盗能够聊天了 这些罪犯告诉他 不要相信自己的律师 因为律师很多都是偷偷的给政府工作的 甚至有的律师 在得到当事人真实情况之后 会威胁他们做交易 否则就会向检察官揭发 也不要相信这里任何一个罪犯 你只要把你的犯罪事实告诉他们 他们很可能也会出卖你 这个江洋大盗呢 了解作者的情况之后 告诉他斯坦律师不值得信任 他是之前的检察官 所以跟司法部肯定有所瓜葛 这让作者心里产生了阴影 他确实也不太相信这个斯坦律师 后来法国大使馆也来人探望 并且带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 不会将他移转到法国的监狱里 因为美国司法部认为 法国在针对腐败行为的起诉上 太过于宽松 所以根本就不相信法国的司法 第二天 他的妻子打来了电话 跟他汇报了情况 妻子说 他已经联系了阿尔斯松的人 但这些人基本都在说空话 一直说支援作者 但却没有任何的实际行动计划 另外呢 阿尔斯松也准备彻底抛弃作者了 无论结果如何 作者都不太可能回到阿尔斯松工作了 因为公司正在接受美国司法部的调查 而作者不能跟任何的阿尔斯松员工接触 这就打破了作者所有的幻想 他本来觉得以后被保释出去 肯定不可能离开美国 至少呢 也还可以在温沙镇的阿尔斯松分公司继续工作 在监狱中 他只是随口说了一下自己的遭遇 那些犯人就给他分析形势 只要他不认罪 检察官一定不可能把他放出去 所以劝他跟司法部进行交易 事实上 美国的司法远没有电影里表现的那么美好 什么辩护律师通过唇枪舌剑 为当事人名冤昭雪 这些都是假的 90%的案件 被告人都会选择放弃申辩 因为辩护费实在是太贵了 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够请得起律师 替自己打官司 美国和法国的司法体系不同 美国是一罪从有 也就是说法官会把你上来就当成罪犯 假如你不能证明你无罪 那么他就会判你有罪 而法国则是一罪从无 跟我们有点类似 属于是大陆法系 他会假设你没有罪 除非检察官用事实证明你有罪 别想要看这个基础原则上的区别 结果可是天差地别 那么这个留在明天 我们再来讲 如果你喜欢听老齐读书 可以下载知识星球PP 找老齐的读书圈 每天10分钟语音 一年为您带来50本 才经历书籍的精读和精讲 各位书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 美国陷阱 昨天我们说到了美国是一罪从有原则 所以检察官只要说你是有问题的 那么被告人就得找律师和私家侦探 去整理他的材料 证明自己无罪 在财务案件中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材料多达几万份 甚至得雇佣个强大的律师团队 才能够搞得定 所以被告人的力量跟检察官根本就不对等 而工作难度又比检察官要大得多 所以被告基本都是无力负担的 至于大众陪审团 基本也只是摆设 一年16万起案件当中 只有11起被大众陪审团是否决的 如果按照胜率来算 美国司法部的胜率是98.5% 也就是说只要你被美国司法部盯上了 你有98.5%的可能性都会被判有罪 所以对于被告人来说 还会不会散尽家财去请律师为自己辩护 实在就不重要了 当然检察官们有时候也会威逼利诱 跟他们讨价还价 检举揭发就可以减刑 比如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信用卡造假的越南人 他就出卖了自己的妻子 结果他妻子被判了八年 他才被判了两年 而美国的律师很多都是检察官出身 或者在这些地方实习过工作过 所以呢 这些律师的任务其实更像个谈判专家 他们负责跟被告人和检察官之间牵线搭桥 让他们尽可能的认罪 然后争取一个最大的减刑机会 而并不会去真正的给他们做无罪的辩护 这个案件中呢 检察官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尽量的迫使作者认罪 然后呢 以此来处罚阿尔斯通 追加一大笔罚款 作者方面肯定会因为配合行动而被减刑 而如果作者不配合 美国检察官就会利用伊朗裔美国人和罗斯柴尔德的证词来起诉他 在配合大量的邮件作为证据 作者很可能在街难逃 很有可能被终身监禁 三周之后 检察官与他见面 这是一场变速交易 就是检察官认为他已经被监狱消耗的差不多了 可以出来谈谈利益的时候了 在会谈之中 检察官向他出示了手中的一切证据 那意思就是告诉他 我们已经是证据确凿 你已经跑不掉了 最后检察官还抛出了一张王牌 他们已经起诉了第三名阿尔斯通的高管彭波尼 他已经退休多年 是罗斯柴尔德的前任作者咨询他的律师 这对于本案的影响 斯坦律师告诉他 如果彭波尼在你之前认罪 那么你就不再有利用价值 你和检察官之间的谈判也就到此结束 也就是说你只能接受终身监禁 所以这已经变成了一场囚徒困境 每个人都不认罪 整体效果最佳 但是谁先认罪就会获得对自己最为有利的结果 最气人的是斯坦律师 他说卷宗太过于复杂 足足有150万件之多 所以他也无力查阅卷宗 为他做辩护 不过律师还是给他算了一笔账 告诉他最乐观的情况下 他也至少要被判188个月到235个月 也就是15到20年 作者再次感觉到绝望 也对美国的法律失望透顶 这次回到看守所 他被调到了条件更加恶劣的H检狱 这里有56个人一个房间 环境状况糟糕透顶 而没过多久 斯坦律师又来找他 说阿尔斯通内部出现了一些变化 他们准备放弃作者 让他成为替罪羔羊 作者很愤怒 他问律师 难道阿尔斯通就不怕我反水揭发他们吗 律师回答 其实只要阿尔斯通交了罚款 司法部就可以网开一面 现在对你来说也是个机会 因为你已经不是特别的重要了 所以司法部会把3000多个物证寄送到这里来 然后你可以耐心的整理 如果他们对你的答案比较满意 那么可能会放弃起诉 甚至给你减刑到6个月 如果不满意 可能你就得一直留在这里了 这就是美国人的策略 让他根据这些物证揭发检举 提供司法部更多的证据 并用减刑诱惑他 用终身监禁来吓唬他 用他已经不再重要来逼迫他 最后律师告诉他 彭博尼也被开出了同样的条件 如果这个人先认罪 那么你就失去了减刑到6个月的机会 不过这6个月只是检察官的建议 法官听不听 没人向你保证 此时作者想到 如果他认罪 阿尔斯通会切断与他一切的经济联系 他已经无力工作 妻子和一家人也无法再留在新加坡 整个一家的生活都会陷入到窘阔 他在反复的权衡利弊 不光是自己 还有如何尽可能的保全家庭 作者最后还是选择了接受询问 但是问题又来了 似乎他的回答并不能让检察官们满意 律师也很诧异 问他为什么既然接受了询问 又不配合呢 他说自己只是说出了真相 比如阿尔斯通确实支付了 伊朗裔美国人的中间人费用 但是自己并未听说 他去行贿什么印尼议员 斯坦律师劝他 最好说出司法部门想听的东西 否则他的6个月刑期可能就要泡汤了 作者还是试图解释 这样意味着他说谎做伪证 因为雇佣第二个中间人的时候 他十分清楚就是要去行贿的 但是第一个中间人 也就是那个伊朗裔美国人 他确实没听说过行贿的事 斯坦律师最后给他出了一招 叫做有意无事 也就是说不知情 但是呢也不否认犯罪 用这种态度再去接受询问 检察官们显然要开心很多 直到后来他才知道 为什么检察官对第二个中间人不感兴趣 因为第二个中间人是马上付款的 这和作者被控告的时间差的有点远 过了诉讼时效 而伊朗裔美国人就不同了 最后一笔钱是2009年才付的 所以没有出诉讼时效 经过询问之后 他马上从妻子那里得知公司的态度 阿尔斯通已经把他变成了害群之马 整个阿尔斯通公司已经笼罩在恐怖的气氛当中 巴黎总部已经拉响了战斗警报 每个公司高管都高度戒备 一切要去美国出差的高管 能不去就不去 如果非要去 必须先跟公司法务总监确认 并参加有关询问培训 后来作者才知道 公司有个50人的名单 而自己呢 之所以在之前完全不知道这个事 就是因为他不在这个名单之上 从此之后 他有事做了 在看守所的某个小屋里 有6台旧电脑 他要把检察官送来的物证 尽可能的做个回复 每一次被检察官传唤 对方呢 都会翻出一大堆的邮线 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也必须回忆当时的情形和细节 他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能尽早出去 此时呢 他妻子已经找到了一个美国女人 愿意抵押他的房子 来替他做担保 此时他也再次提出了申请保释 希望能尽快出去 但就在他即将完成询问的时候 变故又来了 美国人突然反悔 拒绝了他的保释申请 理由是杀鸡警猴 第一个被抓的伊朗裔美国人 已经豁免了 第二个被抓的罗斯柴尔德 也已经减轻了刑罚 第三个就是他了 而且位置最高 所以呢 他们想让作者付出更多的代价 也就是无论作者是否认罪 六个月是必须要住满的 这样也就避免他跟外面的阿尔斯通接触 现在作者有两个选择 一是继续庭审 二是接受六个月的监禁 而且不能跟任何人商量 必须马上决定 作者心里弹算 他已经被关了两个月了 还剩四个月 现在可以一口气的把牢做完 如果庭审 就是等法院判决 有可能判决之后 换个好一点的地方 继续做四个月牢 但是时间肯定会拖得更久 最后作者还是妥协了 他打算以早不以晚 尽快把这六个月的监禁做完 此时作者心中有一个巨大的疑惑 到底是什么让这些人对自己一个小角色如此的上心呢 他此时才开始努力的学习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这是水门事件之后才出台的法律 一开始主要是限制美国企业 但其实并没有怎么实施 1977年到2001年 一共才惩罚了21家公司 而且都是小企业 这个法律也令美国的公司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毕竟欧洲人和亚洲人不管这一套 他们仍在努力的行贿之中 所以严重阻碍了美国企业的海外市场拓展 后来美国人开始修改这个法律 让他具备了预外效率 也就是说适用于海外的公司 于是他们把一个本来限制本国企业的法律 变成了一个攻击其他国家公司的法律 光罚款 他们一年就能罚出27亿美元 美国人还利用反恐的名义 大规模的监视外国企业及其他员工的权利 2013年的棱镜门 爱德华斯诺就揭露 谷歌脸书微软雅虎 苹果等公司也跟美国的情报部门分享数据 另外美国人还督促其他国家颁布反腐败公约 这就让欧洲的国家掉入了一个陷阱 允许美国可以起诉该国企业 但是反过来 欧洲国家却没办法报复美国企业 大量的外国公司被罚款 26家被罚款超过1亿元的企业当中 21家都是非美公司 所以大家都上当了 这其实就是美国人的一个巨大阴谋 那么明天我们来接着讲 如果你喜欢听老齐读书 可以下载知识星球PP 找老齐的读书圈 每天10分钟语音 一年为您带来50本 财经类书籍的精读和精讲 各位说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 美国陷阱 昨天我们终于说到了正题 美国通过反海外腐败法 创造了一个陷阱 让美国能够起诉其他国家的公司 而其他国家则无权报复 虽然美国公司也被调查过 但是都是无关痛痒的 那些真正的石油巨头 国防巨头几乎都游走于灰色地带 但从未接受过任何的起诉 作者说他从业了22年 根本就不相信这些行业能够如此的干净 而且他还发现 美国那些所谓的被调查的本国企业 都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他们已经在别的国家被起诉了 美国司法部这时候才开始起诉 从而顺理成章的收回这个调查权 让他们回国受审 然后就没事了 他还举例美国的哈里伯顿公司的子公司 出现了同样的行贿 涉案金额呢 也比他这个案件要大得多 结果CEO被抓到后 就判了30个月的监禁 而当时这个子公司 跟法国的德西尼布公司联合行动 所以呢 分别被处罚了5.79亿美元和3.38亿美元 一个美国公司犯错 最后罚了法国公司 向美国政府支付了3亿多美元 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更恶劣的是 美国司法部为了搞臭其他的公司 甚至不惜钓鱼之法 他们动用特工 假扮成其他国家的中间人 又使其他国家的公司犯错 所以具体到他这个案子 本来美国司法部是希望作者来扮演这个线人的 但由于他不合作 所以才惹毛了美国人 作者继续研究案例 他对阿尔卡特的案子很感兴趣 阿尔卡特也是给了中间人支付了费用 而且跟他一样的高管当事人 还拿了30万美元的回扣 所以兴致比他严重的多 但是最后这哥们只被起诉了10年 而他则要被起诉125年 他咨询了斯坦律师 而律师告诉他 在美国各个州所适用的法律不太一样 所以你比较倒霉 这显然很难让作者满意 他又去求助自己的育友 大独销杰克 这哥们已经做了36年的牢房 所以比一般的律师更加的靠谱 杰克告诉他 这都是看心情而定的 所以你必须跟你的律师和检察官签订一份认罪协议 最重要的是写明刑期 比如你觉得他们会给你6个月的监禁没用 一定要落实在认罪的协议上 第二天呢 他就找到了斯坦律师 要求签订这种有期限的认罪协议 但是斯坦又拒绝了他 理由还是康涅狄格州并不适用 他说这里的人都互相信任 所以说好了的就不会改变了 而且斯坦呢 又告诉他一个坏消息 他必须要承认十项指控中的两项罪名 而不是之前的一项 这又给作者泼了一盆冷水 斯坦说这是检察官上级的决定 所以他们也无力更改 现在重要的是别忘了 你得在彭伯尼之前认罪 否则你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 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但作者似乎别无选择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就是两条出路 一认罪按照逻辑 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也有可能斯坦说的话成真 最后呢 只判他6个月 二不认罪等宣判 那样很可能会判监禁15到19年 由于第二条路实在是结果太差了 所以除了第一条路 他已经无路可走 他的律师都在不断的怂恿他 尽快的认罪 作者早就别无选择 2013年的7月29号 他去法院签署了认罪书 此时他已经被关押了三个月 大概是100天 法官问了他一系列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问他有没有受到威胁 他心想显然自己一直在被威胁 但是他不可能承认 如果承认了被威胁 那么这个认罪也就无效了 所以他只能违心的说没有 最后法官律师 检察官和他自己确认了认罪书 法官宣布 法庭将于10月25号再度开庭宣判 这让作者有了一点小兴奋 因为他心理计算 从4月被抓到10月刚好是6个月 也就是说很可能 10月25号宣判的时候 他就能服刑欺瞒 从而出狱 随后的一个月 作者的妻子克拉拉来探监 这让作者深感欣慰 克拉拉告诉作者 现在阿尔斯通已经基本上 跟他们家切断了任何联系 他已经像个温神一样了 所有的阿尔斯通的人都在躲着他 就在他认罪的第二天 美国司法部重新启动了阿尔斯通的调查 又有一位阿尔斯通的高管被起诉 这让作者有点诧异 美国司法部竟然提前公布了他的名单 这样很可能就抓不到这个人了 或者也许他们就没想抓人 而是把矛头指向了阿尔斯通的CEO 通过这种方式来给阿尔斯通施压 到了9月份 阿尔斯通的解雇信到了 虽然作者之前也已经预感到了这个结果 但是仍然抱着幻想 希望他还能回到公司继续工作 直到这封信让他打破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公司说他善离职守 而无法履行他的合同 也因为认罪损害了阿尔斯通的全球形象 严重损害了公司的价值观 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恶劣影响 作者心里是相当的委屈 公司应该知道他已经别无选择 而且他之前的一切行为 其实都在公司的指示下进行的 所以作者认为价值观有问题的 不是自己而是公司 他媳妇克拉拉去找公司的CEO打架 但是也没有见成面 公司CEO冠冕弹簧的回应说 入狱之前的工资和奖金 还是照常会发的 此时他了解到彭博尼并未认罪 但他是美国人已经保释出去了 所以他更从容的应对诉讼 作者认罪了 彭博尼就没什么交易筹码了 所以他有可能被判10年以上 这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说 无异于是终身监禁或者是死刑 所以他能做的就是尽量的拖延诉讼程序 不过这也反过来对作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检察官还需要利用作者来指证和击倒彭博尼 所以只要是彭博尼不认罪 那么作者这边就不会被审判 律师告诉他这个坏消息 也就是说检察官没有信用 他们现在已经改变了主意 检察官不希望你接受审判 如果你坚持要求在10月25号开庭 那么他们可能会请求判你10年监禁 而不是6个月 这其实就是个通牒 而不是商量 作者只能同意延后审判 他10月底出狱的幻想破灭了 而且最气人的是那帮没有信用的检察官 不但要他延后审判 还拒绝了他的保释申请 也就是说他得一直待在监狱里 等待彭博尼的消息 此时作者对着律师是大发雷霆 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信任 律师感觉到很委屈 说这确实不符合康涅狄格州的惯例 检察官希望他在监狱里多住6到10个月 具体为什么律师也不清楚 但肯定和阿尔斯通有关 他在监狱里唯一的思想寄托 就是不断的研究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研究阿尔斯通 后来他从妻子传来的资料里得知 阿尔斯通业务亮起了红灯 在欧洲大陆开始大规模的裁员 而且订单也减少了22% 一些重要的客户纷纷流失 他们甚至要拆分运输部门 出售给俄罗斯来回血 而且之前公司非常重视的 与中国上海电器集团合资办 锅炉企业的项目也很可能搁浅了 到了12月份 他已经在监狱里蹲了8个半月 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了 阿尔斯通方面已经不再支付律师费用 自打他认罪那天截止 之后的律师费用都由他自己来承担 这笔钱对于作者来说可能是个天价 此时他彻底跌入到了谷底 美国在这段时间 其实一直深陷邻近门的丑闻 法国和美国已经相互不信任了 根据爱德华斯诺的披露 美国一直在监听法国的电话 并且在一些重要的领域都有间谍 每天都能截获300万个数据 而一些重要的能源领域 阿尔斯通都是关键因素 而美国则利用了这些信息 通过法律武器进行长臂管辖 要么司法部去罚款 如果公司不配合就开始抓人 对公司的高管进行抓捕 2014年美国还对法国巴黎银行起诉 理由就是巴黎银行与美国的敌对势力 伊朗古巴苏丹利比亚有交易 搞得巴黎银行不得不解雇了30多名高管 支付了89亿美元的巨额悲伤 而面对自家孩子挨打挨欺负 法国政府却连个屁都没敢放 这也是作者始终想不明白的地方 作者现在要先搞清楚怎么样自己才能够出去 但是这个问题没人会知道 甚至后来阿尔斯通停止支付律师费之后 他的那两个律师也不怎么爱搭理他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美国司法部跟阿尔斯通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阿尔斯通已经被调查了一年多 现在仍然没有达成协议也不配合 而美国司法部明明掌握了很多的证据 但却并未大面积抓人 那么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咱们明天接着讲吧 如果你喜欢听老七读书 可以下载知识星球PP找老七的读书圈 每天10分钟语音 一年为您带来50本财经类书籍的精读和精讲 各位师傅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七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 美国陷阱 昨天我们说到了 作者有些问题一直是没有解开 直到2014年的4月 也就是他被关了一年之后 有些问题才突然清晰 这一天他看见电视新闻 突然看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阿尔斯通公司将自己70%的业务出售 所有的能源业务以130亿美元的价格作价 卖给他的直接竞争对手 美国通用电器公司 这是美国通用电器历史上最大的并购案 作者当时就惊呆了 完全不敢相信 阿尔斯通会把涨上明珠的业务卖给美国人 作者猜测 这是阿尔斯通的CEO 为了摆脱美国司法部的纠缠 想出的解决之道 把美国人垂涎已久的业务送给他们 从而获得豁免权 这可能也是美国司法部迟迟不愿意释放他这个人质的原因 但是他仍然无法理解的是 法国政府竟然放任这种交易进行 阿尔斯通并非是一家普通的企业 他关系到法国的能源命脉 他负责法国75%的电力设备建设 甚至为航空母舰提供推进气轮机 现在把这一切都交给了美国人 相当于法国在能源领域已经是举手投降 不过其实真相是法国也在试图阻拦 他的工业部部长就曾经非常的反对 并让罗兰贝格公司为阿尔斯通做业务顾问 他们也找到了脱困的方法 罗兰贝格建议让阿尔斯通的运输部门 与西班牙或者波兰的合作伙伴结成联盟 能源部门也可以与另外一家有实力的公司合作 不过这一切都遭遇到了阿尔斯通CEO的反对 公司高层认为阿尔斯通是一家私营企业 政府已经不再是股东 所以不能干涉 最后阿尔斯通的CEO来了个暗度陈桑 表面上颇言 暗地里却跟美国人协商好了出售公司的事宜 法国工业部长也是从电视新闻中才得知这一切的 这让他是十分的气愤 也曾恶狠狠的告诉阿尔斯通的CEO 要把他送进监狱 事实上阿尔斯通和通用电器 他们之间的谈判在2013年8月就开始了 而CEO则一直封锁这个消息 只是派了一个叫做布纪姚姆的亲信 跟通用电器进行接触 阿尔斯通被暗中收购的消息已经爆出 就在法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此时作者也顺水推舟 让他的妻子在外面 给法国外交部和法国领事馆寄送了一封信 他希望借着这种事情 让自己尽快的离开监狱 而他自己也发现阿尔斯通是第五家 被通用电器收购的同时 也被司法部指控的公司 之后他还把这个发现告诉了记者 告诉了天下 这就是美国人的阴谋 他甚至大胆猜测 美国司法部的调查 完全就是由美国的这些竞争对手发起的 而低价收购战略性资源 就是他的最终目的 作者因此呢 跟他的律师是大发脾气 他举出了很多的例子 都是美国处罚其他公司 然后收购的事情 而美国司法部从不调查通用动力 或者是雪佛龙这种美国的大公司 他们只负责对付那些国外企业 所以他声明 严重质疑美国司法部的独立性 但斯坦律师却面无表情的告诉他 你还没想明白吗 这都不是重点 美国不管这么多无聊的事情 他只负责通过检察官的控诉 来决定你是否有罪 所以也许作者是对的 但是你仍然别无选择 要么接受 要么被关十年 作者这次不肯罢休了 坚持要斯坦律师 以律师的身份去华盛顿 找到司法部的高层 询问关于阿尔斯通被收购的情况 这也让斯坦气得是脸色发白 双方不欢而散 此时作者终于想明白了 自己在公司法务总监卡尔 来到美国前一天被抓 逼着他认罪 在认罪之后呢 又拖着他不放 这一切都是阴谋 就是为了给阿尔斯通被收购 打掩护 司法部害怕他出狱之后 去找记者乱说话 把内幕消息释放给法国政府 而且从1977年 反海外腐败法颁布之后 从来没有一个没有收受利益的人 被关押一年之久的案例 他是第一个 通用电器大家都熟悉 大家都叫他记忆 他在2014年是全球第六大公司 涉及电力天然气 石油医疗设备航空运输等多个领域 堪称美国的国宝 他是唯一一个现在还存在的 美国最早的道琼斯指数的成员 他从2000年开始就一直在玩这种游戏 通过美国司法部打掩护 然后收购了四家公司 那么通用电器自己干净吗 显然并没有 比如2010年通用电器跟伊拉克政府 达成了场外协议 以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条件 向其出售了30亿美元的燃气气轮机 但是巴格达连个电厂其实都没有 所以伊拉克政府买这些东西来 只能够摆在博物馆里瞻仰 另外呢 通用电器在亚洲有很多的合作贸易公司 而这些公司其实都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 但却从来没有被美国司法部盯上过 法国工业部部长显然并不想放弃 他成立了四人的专案组 开始了他的反击 这个专案组迅速跟作者的妻子取得了联系 毕竟他才是本案的关键 而作者这边也找了一个自己的新律师 叫做马库斯 毕竟他早已经对斯坦失去了信任 作者跟马库斯谈了他的想法 他要揭发美国司法部 但却被当场拒绝了 马库斯认为他和作者的家人很可能已经被监听 如果此时作者发难 挑起舆论并阻止通用收购阿尔斯通 那么很可能会惹毛对手 到时候十年监禁再所难免 当前作者最有利的方案 就是让他的媳妇远离法国的专案组 对阿尔斯通被收购的事情闭口不谈 法国政府这边也在积极行动 他们联系了西门子 宁可阿尔斯通被德国的西门子收购 也不愿意被美国人夺走 这个方案说服了阿尔斯通的董事会 让他们将决定性的会议推后了 这就粉碎了阿尔斯通72小时之内被甩卖的计划 法国总统奥朗德也开展了自己的行动 他也成立了一个专案组 他并不十分相信那位部长 所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调查此事 作者从斯坦律师那里得到消息 美国司法部并没有跟阿尔斯通的CEO取得任何的联系 但是作者显然是不信这个结果的 去年7月开始到现在10个月过去了 阿尔斯通再无人被调查 显然有违常识 所以他觉得斯坦其实一直在骗他 律师阿尔斯通司法部 他们应该都是一伙的 一块设计好了算计他 此时斯坦律师那边告诉他可以保释了 但是保释金要达到150万美元 这让作者又发愁了 他只有40万美元 之前他已经说服了一个美国女人为他抵押房产 但显然还不够 他还要再说服一个人才行 作者认为这种漫天要价简直是无耻至极 他们就是想设置各种障碍 不想让我走出看守所 但是他们家还是进行了全家总动员 去帮助他找抵押房产 为他保释的那个人 他父亲还真找到了这么一对老夫妻 愿意这么做 在法国舆论的声音也已经起来了 很多法国记者开始进行调查 有记者也跟作者一样 发现了很多的巧合之处 比如在作者之后的那名高管 被捕的时间刚好与阿尔斯通 和通用电器谈判的日子相吻合 这可以理解为对阿尔斯通CEO的最后实压 2014年5月15号 甚至有媒体评论 直接说出了作者心中的话 阿尔斯通的CEO伯克龙 已经准备好把阿尔斯通送给美国人 以摆脱自己身上的司法困局 但是这些舆论 其实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 一个月之后 基本上目以成舟 通用电器不遗余力的努力 还动用了媒体公关团队 不断的造势 甚至找到了汉威士集团 来充当操盘手 而这个集团的高层 跟当时的法国总理交往甚密 他们要过的第一关 就叫做舆论官 让双方的CEO上电视 来告诉大家 这次收购能够给法国人带来的好处 阿尔斯通的CEO伯克龙一直强调 阿尔斯通跟通用电器和西门子相比 体量完全不占优势 所以无法继续生存 但是作者说 这其实就是个谎言 因为阿尔斯通在能源领域上 有150亿欧元的产值 稳坐业内的第三把交椅 另外出售能源部门之后 只会让阿尔斯通的体量更小 到时候他的主业 只有轨道交通业务 体量也就只有通用电器的三十分之一 所以伯克龙的说法是相当的荒谬的 通用电器交过的第二关 那就是说服奥朗德 说服法国政府 而交换条件就是通用电器 答应法国政府创造1000个就业岗位 但作者说他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还有第三关 那就是让反对派闭嘴 比如法国工业部部长提出 让德国的西门子来整合阿尔斯通的建议 德国人也是很上心的 他们联合了日本三菱 提出了一个工业联盟方案 并不是收购 而是交换 德国人拿走阿尔斯通的燃气气轮机业务 也会把自己的铁路信号业务注入到阿尔斯通 所以看似这个方案更加的两全其美 通用电器呢 马上就做出调整 他们不再只是购买 而是也跟阿尔斯通在核能 可再生能源和电网三个领域组建核资公司 然后主要宣传这是一次联姻 而并非是收购 还做了宣传片 在法国电视台买下了十段滚动播放 这最后的效果是 国家方面也倾向于通用电器了 于是是该做定论的时候了 多方势力齐聚爱丽舍公 那么法国总统最后会做出怎样的裁决呢 咱们明天接着讲吧 如果你喜欢听老七读书 可以下载知识星QPP 找老七的读书圈 每天10分钟语音 一年为您带来50本财经类书籍的精读和精讲 各位说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七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 美国陷阱 昨天我们说到了通用电器就收购 阿尔斯通展开了一系列的公关活动 最后多方齐聚爱丽舍公 现在的法国总统 也就是当时的总统副秘书长马克龙站了出来 他支持通用电器收购 并抨击工业部方面的提议 说私营企业跟谁合作 国家不该干预 能干出干预这种事的只有委内人了 最后法国总理还获悉尼 他说国家购买阿尔斯通30%的股份 以此来给阿尔斯通的轨道交通部门的未来 做出担保 这样就是告诉公众 阿尔斯通还是法国的 法国政府也不会对这个企业弃之不管 当然更重要的是保住了工业部部长的面子 作者说 虽然也有人为法国的利益而战斗 但是跟强大的美国相比 失败才是必然 美国的影响力之大 足以撼动法国的舆论银行 甚至律师事务所也基本都是跟美国人合资的 还有一些曾经的法国高官 在中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 为通用电器上下运作 另外呢 作为竞争对手的德国西门子 同样被美国司法部所威慑 2011年 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他们8名高管 甚至还发出了国际逮捕令 为此西门子耗费了15亿欧元 所以这就注定了西门子会有所顾忌 不可能跟美国人去死磕 最终法国总统奥朗德 一锤定音 阿尔斯通能源业务被通用电器吃下 更令人疑惑的是 通用电器竟然宣布 他可以替阿尔斯通支付美国司法部的罚款 一般在收购之中 很少有人会接受这样的条件 因为截止他被收购 美国司法部的罚单还没有开下来 这可能是一笔超过10亿美元的罚单 所以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但是通用电器敢于接受 不得不让人怀疑 也许他们对美国司法部很有信心 或者说干脆他们俩就是一伙的 才会这么自信 当一切都尘埃落定 作者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 2014年6月11号 他被关押了424天之后 终于要重活自由了 他跟这里的朋友一一道别 然后走出了华雅特看守所 年迈的父亲和妻子在不远处等他 虽然从监狱里出来了 但他并不是绝对的自由 他依然要滞留在美国境内 住在一个叫做汤姆的朋友家中 三周以后 斯坦律师带来了消息 说彭伯尼也认罪了 但是坏消息是 美国司法部依旧不会让他离开美国 而且继续冻结着他的账户 如果这个游戏继续下去 那么也就意味着 在今后的日子里 他随时可能回去蹲监狱 那么他也就不可能去做任何的工作 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打破这个困局 而办法就是美元 他跟美国的检察官商量 提高保释金 他必须要多拿出20万美元 才能回到法国 但是也是有条件的 不能踏出欧洲 那对肯为他抵押房产的老夫妻 又替他交了这么一大笔钱 这样在2014年的9月17号 他终于飞回到了巴黎 回归了他原来的生活 回到法国一段时间之后 有一个记者联系了他 这就是本书的另外一位作者 马修阿伦 当时他感到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 毕竟他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的劫难 见到记者会怎么样呢 会不会又是一个陷阱呢 马修阿伦是法国广播电台 综合台的记者 他们俩一边散步 一边聊天 慢慢的这个记者取得了作者的信任 作者开始跟他抱怨 美国监狱中遭受的一切 而马修也跟他交换了信息 他在外面也获得了一些情况 阿尔斯松的CEO伯克龙确实是在威逼利诱之下 才将企业卖给美国人的 这在法国媒体界也引发了极大的愤慨 而马修说 曾经有个阿尔斯松的人向他们举报 透露了新闻线索 但是很不幸 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说话 以及公开自己的身份 作者确实也吓怕了 谈话的最后 他也请求马修不要把内容公开 他也履行了诺言 这也有了他们后面的多次接触 当然作者虽然胆小 但也是不甘心的 最后他跟马修约定 双方各自收集情报 这也已经成为了他们共同的事业 自打回到法国 作者就开始在就业中心去找工作了 但是呢 一直也没有任何消息 后来就业中心告诉他 无力帮他提供工作 46岁的他终于失业了 由于呢 还在保试期 所以他无法向任何公司投递简历 他说只要在网上输入他的名字 就会查到他的服刑信息 所以几乎没有人愿意雇佣他 幸运的是他的妻子刚刚找到了一份工作 要一个人扛起全家生活的负担 好在他脑子比较灵活 他说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利用这次惨痛的经历 这一年他深入研究了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 而在这一块上呢 法国国内还是一个空白 所以他决定冒险试一下 创建一个小型的咨询组织 一是为了提醒一些企业 让他们保持警惕 不要再度落入美国的陷阱 二是为他们提供一个流程上的优化和建议 在2014年底 法国的情报研究中心负责人 德内塞发布了一份70页的报告 标题是阿尔斯通事件 美国的敲诈与国家的实质 毫不客气的指出 伯克龙的虚伪 法国政府的不作为 法国海军大型水面舰艇的气轮机 以后都将由通用电器来提供 这就让舰队的独立性丧失 而在太空监测领域 阿尔斯通的出售 也让他们丧失了自主性 后来呢 德内塞还主动联系了作者 让作者感觉很好 虽然他已经觉得没什么效果了 但是至少他觉得不再是孤军奋战了 现在阿尔斯通被收购 基本已经扫清了所有障碍 只剩下股东的投票大会了 将于2014年的12月19日举行 但在这天的早上 法国广播电台却播发了阿尔斯通收购案 幕后密文的调查节目 马修成功说服了一位高管来做访谈 并说出了真相 阿尔斯通被收购 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法国人都被骗了 而作者收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也感到很惊讶 此时呢 他正在驾车前往股东会的路上 他在前一天还被斯坦律师警告过 如果他执意要去参加投票会 也请他不要发言 否则后果自负 这些律师似乎从没为他真正的辩论过 但却总在给他带来坏消息 这让作者是相当的不爽 越想越气 当然他也不敢开口 他还不傻 他只是想去看看 伯克龙和法务总监卡尔 用眼神杀死对方 所以他故意挑选了一个 比较显眼的位置 坐下了 大会开始前 他的手机一震 斯坦律师再次发转信 提醒他 不要做任何危险的表态 要知道现在是美国时间凌晨4点半 斯坦仍然处于戒备当中 可见他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生怕作者干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在大会上 阿尔斯通被罚款7亿欧元 而通用电器并不打算 在总价中加上这个罚款 所以这笔钱 要由阿尔斯通的小股东来支付了 伯克龙给出的说法是 总价调整很正常 最逗逼的是 董事会竟然同意奖励伯克龙本人 400万欧元 因为他成功的完成了这次谈判 作者此时真心想站起来骂街 当年西门子被罚款的时候 他们的CEO甚至被解雇了 而伯克龙竟然好意思 要这400万欧元的奖励 但是还用不到他自己出手 一些小股东就开始站起来发难了 说伯克龙先生 如果你还有一点职业操守 就应该把奖金退回去 然后辞职 还有人站起来 就早上广播的内容发问 拷问伯克龙是否受到了 美国司法部的威胁 并与阿尔斯通的出售来做交换 接着阿尔斯通投资基金会的代表 站起来也指控重大的工业资产流失 你们一直在秘密进行 要不是媒体的透露 所有人还都被蒙在鼓里 伯克龙听到这实在坐不住了 他反驳 正是因为媒体泄露的消息 才让事情变得一团骚 有人后来算账了 说美国通用支付123.5亿欧元 能让阿尔斯通收获多少利益呢 几乎是零 也就是说 把这个企业几乎白送给了美国通鉴器 而收不到一分钱 除了缴税交罚款 还要返还股东 剩下的钱呢 都留在了美国人控制的合资公司里 这简直荒谬至极 就在阿尔斯通特别股东大会后的三天 美国司法部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阿尔斯通行贿案终结 通报文件称 阿尔斯通通过行贿手段 在印尼 埃及 沙特和巴拿马等地 签署了合同 总共支付了7500万美元的贿赂 获得了价值40亿美元的项目 并在这些项目中获益3亿美元 现在该公司已经认罪 并同意支付7.72亿美元的罚款 此外呢 美国司法部还宣称 阿尔斯通没有建立合格的内部监控制度 这与伯克龙前几天说的刚好截然相反 也就是说 美国人完全没有顾及到 阿尔斯通和他的CEO伯克龙任何的面子 根据作者的研究 美国司法部在法国身上可是没少好羊毛 那么这到底有多少呢 咱们明天来算这笔账 如果你喜欢听老鸡读书 可以下载知识星QPP找老鸡的读书圈 每天10分钟语音 一年为您带来50本财经类书籍的精读和精讲 各位说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鸡的读书圈 今天呢 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 美国陷阱 昨天我们说到了 作者算了一笔账 根据他的研究 美国人通过这种反海外腐败调查 将道达尔 阿尔卡特 德西尼布 还有阿尔斯通 四家法国公司收入囊中 还让美国财政部增加了16亿美元的罚款 如果加上法国巴黎银行的89亿美元 巨额罚款 还有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的7.87亿美元 以及2018年 法国星业银行支付的10亿美元 那么美国从法国身上 薅道的羊毛一共就超过了120亿美元 这一数次甚至超过了法国年度司法预算 2018年 马克龙提出的消灭贫穷计划 也才耗费了80亿欧元 作者最后忘不了的一句话是 美国司法部明确指出 直到他们开始追捕阿尔斯通的高管之后 阿尔斯通才开始同意合作 这就相当于美国司法部也承认了 抓他就是为了逼阿尔斯通就范 或者说就是杀鸡警猴 而作者呢 就是那只被杀掉的鸡 还有一个问题也随之找到了答案 作者一直想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法务总监卡尔 明知道美国已经开始追捕高管了 还在安慰他一切尽在掌握 并不是把实情告诉他 甚至把他送入了虎口 一开始他觉得这只是因为卡尔的愚蠢 但是他错了 其实阿尔斯通早就接受调查了 卡尔的前任就一直在处理被调查的事情 阿尔斯通在2004年就涉嫌洗黑钱 引起了瑞士的警觉 随后美国也开始介入 但在欧洲没有引起太大的波动 后来他们辞退了前法务总监卡尔上任 他们希望也能够在美国同样大势化小 但是这次伯克龙显然判断错了 而作者的监禁 就是这个错误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或者再直白一些 一开始伯克龙他们觉得应该没那么严重 直到作者被抓了 才知道美国人已经开始玩真的了 2014年6月 其实通用电器和阿尔斯通谈判已经结束 通用电器也已经早就知道了罚款的数额 那么美国司法部为什么这么久才给出结论呢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美国司法部是故意不宣布的 就是怕激起法国的民愤 他们需要伯克龙留在CEO的位置上 从而继续推进并购的全部完成 如果认罪协议提前公开 也许会给最后股东投票带来完全不确定的结果 如果阿尔斯通和伯克龙不认罪 那么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伯克龙会被判10年以上的监禁 被抓的彭博尼 罗斯柴尔德还有作者 以及另外一名高管 他们其实只是7500万美元涉案金额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最后美国检察官放弃了对于其他部分的起诉 也不再追究任何人的行为 足以说明美国的目标也许并不是惩罚任何人 而只是想让阿尔斯通妥协 伯克龙向美国人认罪 而在法国呢 他也没有受到任何机构的追责 只是接受了一些议员的询问 伯克龙也只是强调他在发布会上的那一套 咬死说自己没有被威胁 出售阿尔斯通只是为了考虑公司的利益 而跟司法部的调查没有关系 而且他还不打算退还董事会给他的400万欧元的奖励 可谓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 作者本以为美国司法部的发布会会引发轩然大波 但是他又错的离谱了 对于这个大新闻 几乎法国没有什么报道 所以他觉得自己还是小心点好 毕竟他现在还只是保释 在这期间 他也只是跟一些咨询服务的企业家 谈起过类似的事情 并没有把自己的遭遇公之于众 伯克龙呢 也不是什么都没干 他为阿尔斯通争取到了一个罚款的宽限期 而且在确定收购之后 通用电器开始帮助阿尔斯通跟美国的司法部谈判 这就开始让外界是浮想联天 而美国司法部的官员也站出来此地无银 他说通用电器的收购 对于政府的决策并不具有特别大的影响 作者分析 这是因为阿尔斯通被通用电器收购 还面临着最后一关 那就是欧盟的认可 所以他们也就需要伯克龙继续坐在CEO的位置上 推动这个事的进展 所以认罪处罚必须要完全在收购之后才能进行 这也是一种威胁 而伯克龙就是美国人手上的人质 欧盟的官员还是有所警觉的 他们知道阿尔斯通的重要性 阿尔斯通在能源设备的制造行业当中 全球市场排名第三 一旦阿尔斯通被收购 通用电器会在欧盟达到垄断的地位 西门子将陷入孤军奋战 而且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欧盟的官员明确表态 这种垄断不利于创新 不过架不住猪队友太多 2015年5月 马克龙到访通电器 这就向欧盟释放了信号 法国政府是支持这次收购的 此时 法国也在担心美国司法部起诉阿尔斯通 他们也想尽快的了结这个案子 所以法国反向给欧盟施压 到2015年9月8号 通用电器终于获得了批准 扫清了收购阿尔斯通的一切障碍 11月2号 这种交易终于是尘埃落定 在收购完成之后 通用电器马上重组了岗位 在欧洲裁员了6500人 德国冲击对大 失去了1700个岗位 瑞士也失去了1200个 而法国也丢掉了800个 2016年4月 阿尔斯通的两三千名员工 在巴黎举行游行 表达了愤怒 这些雇员感觉老板背叛了他们 虽然通用电器曾经承诺 为法国创造1000个岗位 但是2018年的春天 这个谎言终于被戳破了 他们根本就无力做到 通用电器借着阿尔斯通 开始入侵法国市场 跟之前的合作伙伴 法国电力发生了摩擦 法国电力要中断 与美国的商业联系 但是他们突然发现 核电站已经都在美国人的控制当中 所以法国已经没有了独立性 得罪美国的下场将是惨痛的 作者方面 阿尔斯通拖欠了他9万欧元的离职补偿 所以他毫不客气的通过劳斯纠纷 把阿尔斯通给告了 但是对方很强硬 只愿意支付3万欧元 而且是因为同情 这是在法国宣判的 最后法国的法院判定 阿尔斯通立刻赔偿4.5万欧元 等最终宣判的时候 再支付剩下的另外一半 不过遗憾的是 到了2018年的秋天 这个案子也没有再宣判 后来他才知道 本来他可以通过保险公司来支付高昂的律师费用 那个在他之后被抓的高管就是这么干的 保险公司为他支付了300万美元 但是从来没有人通知他 也没有人替他向保险公司申请保费 这又是一次让他感觉到自己完全被出卖了 所以他坚定的跟阿尔斯通死磕到底 就像秋局大官司一样 既要钱也要个说法 同时他在美国的案子并未终结 他向斯坦律师提出 希望尽快的宣判 但是检察官撤回了他的判决申请 斯坦律师也未告诉他真相 他能做到的就是继续他的咨询事业 到处去给其他公司做讲座 虽然不怎么赚钱 但是他希望帮助别的公司了解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本来以为美国那边不可能再有事了 更何况他已经住了14个月的监狱 早就住够了服刑期 所以他只是等待宣判而已 但谁能想2017年的8月 斯坦律师说情况有变 美国检察官提出了新的指控 说他在印尼的项目中收到了好处 这让他是大吃一惊 当时确实因为项目出色 他得到了一定的奖金 但那只是工资的一部分 而且整个印尼项目的奖金 其实只有700美元 居然他要死在这区区的700美元之上 简直太疯狂了 后来他才想明白 阿尔斯通被收购了 这个案子可以终结了 但是美国检察官突然发现 这个案子里必须要有一个主谋 但伯克龙已经做了利益交换 不可能再追究刑罚了 所以作者又是当仁不让 成为了背国侠 此时他有两个选择 一是去美国参加庭审 请求美国的法官原谅 二是拒绝出庭回到美国 但是这也意味着为他担保的两个美国人将失去房子 无家可归 他的良知让他只能选择一 在2017年的9月 他回到了美国 接受最后的末日宣判 作者的心十分忐忑 因为他很可能再度入狱 且是十年的有期徒刑 斯坦律师建议他不要做任何表态 听到什么也不要发怒 他眼睁睁的看着他的检察官 再给他算分 得出的结论是 他的积分是39分 按照对应的刑罚是262到327个月 也就是说他可能要面临27年的间接 随后斯坦律师为他辩护 但是辩护的非常的苍白无力 作者感觉要大获临头 随后他按照流程朗读了一个认罪陈词 接着呢法庭休息 40分钟之后法官回来 然后做了总结性发言 法官认为犯罪事实成立 作者的道歉并不真诚 但考虑到作者并非是唯一的责任人 所以判他监界30个月 10月26号中午到拘留中心报到 他之前已经住了14个月 算上减刑 他可能还得在监狱里再住上12个月左右 这次美国人允许他返回法国收拾行囊 然后再回到监狱 他只能回家跟家人道别了 但此时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 也许能免除他的牢狱之灾 咱们明天接着讲吧 如果您喜欢听老齐读书 可以下载知识星球PP 找老齐的读书圈 每天10分钟语音 一年为您带来50本 财经类书籍的经读和经讲 各位说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 今天呢 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 美国陷阱 昨天我们说到了 作者要重返监狱 再服刑12个月 法国驻美国的领事给他出了个主意 让他起草一个申请 争取让法国来执行他的刑期 而且领事很有信心 说应该问题不大 作者想 如果在法国服刑 他可以进一步的申请假释 所以他很有动力怎么干 那边申请要走流程 最快也要几个月的时间 这边呢 他肯定是要按照时间去监狱报道的 这次呢 他没有被安排在怀亚特服刑 而是被关押在了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 这是一个沙漠高原 由于他之前有育友在这里服刑 所以竟然还给他打了个招呼 关照了他 让他一进来就有人罩着 此时他还在梦想着 那边能够尽快申请司法转移 让他回到法国去服刑 但是很快传来噩耗 按照规定 美国和法国的引渡 需要至少剩下12个月的刑期 倒霉的作者呢 他的刑期就在这个坎上 他崩溃了 后来他打电话给华盛顿的法国司法官 经过一系列的证实之后 对方确认作者是可以引渡的 但是现在又不行了 因为经过了这几天的折腾 已经不到一年了 关键话说 这些官员搞错了 才耽误掉了作者被转移到法国引渡的可能 这就太令人绝望了 作者并不放弃 把自己的冤情继续向上反应 最后终于遇到个好人 叫做纳瓦里 他是支持作者的 他还让法国大使给美国的司法部长写了信 但可以肯定已经赶不上回法国去过圣诞节了 在这个监狱里 他开始创作本书 也跟那个法国电台的记者 马修阿伦取得了联系 他不断的寄出自己写好的章节 转过年来 到了1月15号 坏消息再次传来 经过法国司法联络官 纳瓦里的不断努力 美国司法部还是拒绝了管辖权的移送申请 但纳瓦里并不打算放弃 他起草了一封信 准备以总统马克龙的名义发给美国的川普大爷 到了3月中旬 法国国民议会的两位议员来探视他 他们非常热衷于阿尔斯通案的调查 他们之前也找过美国的司法部 谈到了作者被引渡的事情 以及为什么拒绝起诉阿尔斯通的CEO伯克龙 司法部的领导告诉他们 没有证据起诉伯克龙 而对作者引渡的事情 则表示完全不知情 很明显这就是在搪塞 也就是说虽然交易结束了 一切尘埃落定了 但是法国的国民议会一直没有放弃调查真相 两名议员告诉作者 其实最早知道这次交易背后阴谋的 恰恰是后来推动交易实施的 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 其实作者此时更关心 他能不能被提前放出去 但是马克龙从来没有给川普大爷提到过作者 不过法国的国内倒是掀起了一定的舆论 很多前高官都开始声援作者 说他只是一个替人受过的小角色 应该立刻释放作者 有人甚至直接指出 罪魁祸首是伯克龙 但他却拿着支票走人了 而作者却郎当入狱 虽然马克龙没有亲自出面 但是法国的司法部部长 却跟美国的司法部部长进行了会谈 最终美国司法部部长妥协了 让法国方面重新提出管辖权移送的申请 并且美国司法部特批加紧办理 那位法国司法的联络官告诉他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 先让你回到法国 然后等几天再给你办理假释 于是呢 他就这么一直的等待 不过到了夏天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直到2018年7月13号 作者也只能在监狱里观看法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了 此时作者已经释怀了 虽然他依旧盼望着早日出狱 但是之前被美国司法部和律师骗过太多次了 他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 甚至做好了再蹲一年监狱的准备 可见他的预期呢 已经放低到了极点 在7月25号 移民法官跟他来确认引渡的意愿 此时作者甚至动摇了 因为他其实再待三个月 自然也就能够刑满释放了 到底还要不要启动这个繁琐的程序呢 美国人对他的案子一贯是效率低下 会不会在旁生之节反而适得其反 最后在思想斗争之下 他还是接受了 算了 能够早离开一天也是好的 2018年9月9号的下午 牢房的走廊上贴出了出狱人员的名单 作者皮鲁鲁奇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也就意味着他的噩梦终于到头了 第二天他就可以离开这个该死监狱了 第二天一早 他们出发离开了这个地方 但是并非是直接飞往纽约曼哈顿 而是把他们这些出狱的人 都送到了另外一个叫做迦南的监狱 在这里他们还得继续等上24个小时 这里的条件甚至比之前的莫斯汉农山谷还要恶劣 他们每个人都小心翼翼 不敢吃东西 也不敢说话 直到9月12号 他们才终于到达了纽约 曼哈顿南部的大都会改造中心 也就是作者当初被捕之后 第一次被关押的监狱 虽然法国驻纽约的领事 第一时间就接见了作者 并给了他安慰 但是按照流程 他们也必须还得在这里等上8天 9月21日才能离开美国返回法国 这个监狱更加的恶劣 跟他们关在一起的 基本上都是什么穷凶极恶的杀人犯 或者是恐怖分子 作者形容这个牢房里的老鼠 都会成群结队的攻击犯人 直到9月21日登机前的三个小时 他都做好了 随时被取消引渡的准备 但是好在这次没有再出意外 他成功的登上了回法国的飞机 回到法国之后 他被交给了一名法国的检察官 等待重新亮情 作者重然希望 他希望今天就能出去 不过显然事情没那么顺利 他还要等上几天 但是在法国的待遇完全不同 他被允许关进了一个单间 有电视还有独立的卫生间 伙食也很不错 警卫们都很有礼貌 跟美国的地狱般的监狱 简直是天壤之别 在72个小时之后 法国的法官批准了他的假释申请 9月25日 他终于出狱重获自由 距离他在肯尼迪机场 被第一次抓获 已经过去了五年半的时间 在美国的监狱里 他就被关了25个月 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 就只剩下了战斗 他要通过这本书 向全欧洲乃至全世界 揭露美国的陷阱 最近20年 欧洲各国一直在忍受着美国的勒索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瑞典 荷兰 比利时 全部都因为贿赂和银行犯罪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制裁 数百亿美元流入了美国财政的口袋 还有不少知名公司 以这种方式被美国人收入囊中 而他们的承诺呢 全部都化为了泡影 比如2019年 阿尔斯通的前雇员 将不再受重组计划的保护 也就是说还要继续裁员 而且仅仅是个开始 这让欧洲成千上万的家庭遭遇到了损失 至于阿尔斯通 他被通用电器吃掉了能源部门之后 已经无法再独立生活 2019年 其轨道交通部门也要被西门子收购了 所以这家公司 基本上很快就要寿终正起 所以作者呼吁 如果欧洲不想成为美国人的附庸 不想生活在美国人的魔爪之下 就要尽快的采取行动 建立一个欧洲反腐败办公室 从而跟美国的司法部产生对抗 我们要清楚 美国的反腐败 带有明确的国家性质和意图 是为了他们的工业巨头的利益而服务的 如果再坐以待毙 那么还会有更多的欧洲的伟大企业遭遇毒手 这就是本书的全部内容了 老齐读完这本书呢 让我的感觉有点毛骨悚然 特别是之前 我们一直认为公正的美国司法 竟然完全不顾一切的针对个人 确实有点是耸人听闻 这恐怕也会给很多人心里留下阴影 特别是大公司的那些高管们 出差美国一定要十分的小心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就会成为向企业施压的工具 万一真像作者那样 那可真叫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了 所以美国绝不是什么司法公正的天堂 一样充满了各种的利益 甚至背后的秘密更加龌龊和肮脏 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 也不要对美国有太多的幻想 任正非之所以读这本书 主要就是因为孟晚舟事件 美国不断的像华为和中兴这样的企业施压 其背后的目的肯定是经济 所以必要的抗争是十分需要的 否则就会像阿尔斯东一样落入美国人之手 那才是国家的巨大损失 当然我们也通过阅读这本书了解了美国的阴谋和陷阱 再去看中兴和华为的事件 以及一系列公司面对美国施压的态度 你也知道谁才是中国经济的脊梁 谁又只是在混日子 交了100多亿的罚款 还要热烈的庆祝一下 那么这家公司也就跟阿尔斯通以及阿尔斯通的CEO 伯克龙没什么区别了 读完这本书您有怎样的感受呢 是不是对美国也有了重新的认识 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如果你喜欢听老齐读书 可以下载知识星球PP找老齐的读书圈 每天10分钟语音 一年为您带来50本财经类书籍的精读和精讲